大家好,各位朋友,歡迎回來高達老母,歡迎回到GDOM的夢想,我是GDOM的阿貓 大家如果有看我的頻道,GDO2,我就用開特技機 而且還十分喜歡用力中機 但其實上山多中魚,也有很大機會遇到對面的敵人都是用力中機 遇到力中機,也挺麻煩的 麻煩就不是我覺得麻煩,是我的隊友會覺得很麻煩 因為有時大家會留意敵人的動向,很容易在後面被偷襲 例如,見到GDOM的後面鬼鬼主角 他其實打算去偷襲這架最遠的5號機 但被我發現了,而且都維持在這個地方 應該這樣說,保持了這個隊形 讓這架5號機不會好像走失了棉影仔 就中他的偷襲 結果都是追著這個5號來偷襲 所以,今次這個實戰一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我打的時候看到對面有力中機的時候 那個戰力是怎樣做的 之前我也有輕輕地說過 尤其是這個突擊機,很需要看到這個戰場上的戰況去做一個分析 究竟要先打哪一隻 尤其是用這個力中機 要看得很準 看看究竟應該打哪一隻才對整隊比較有力 而對面這隻,力中機又來了 他其實很懂得走位 會去到敵人,即是我們隊友的後面去選擇一些最集中精神 打自己隊友的機嫌之後趁機去上攻 但是他不幸運 因為我自己對付這些力中機的方法 就是先消滅,收拾了這些力中機 然後你就會多了很多空間去打對面的敵人 所以呢 我看到他一出現 或者我知道他差不多出現 又或者見到那個雷達 是有這個干預的時候 就會率先處理了這隻獵衣 現在都頗順利的 但是很搞笑的 這一刻原來我對面這架野衣在我旁邊出了 即是出重生 出了重生 那我是不知道 只是看到那個雷達是有些東西 但是他其實原來在我旁邊已經出現了 那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就去到一個索敵的狀態 那 知道他應該在附近 但是我又不太知道他在哪 直到呢 我看到其實在A點那個位 即是那個洞仔 大家可以留意 看到他其實是一一癢癢癢了一下 那同時間呢 三部敵機就已經來到 那我可以做的事就是盡量引開他 那剛巧看到雷達已經知道他在附近了 那雷達那個也隱約出現了這架野衣的蹤影 那其實呢 那我就 那其實呢 看到隊友在橋橋上面 看看會不會可以把這隻野衣 迫下來下面 那我可以劏牠兩刀 但是我又不見了他 那所以呢 就唯有走回這個位置去做一個夾擊 那但是呢 這個位置呢 其實是很難攻的 攻不上的 那我火力又不夠啦 那剛巧我同盤呢 就下了一隻樂禮 那我就可以兜個圈 然後回到這邊了 那其實呢 剛剛也看到雷達呢 是出現了 那個野衣 那這隻似乎是喔 但是原來不是 真正的野衣在上面 那扔了手榴彈之後呢 那我就出招了 哈哈 他就踢了我頓盤一下 那我就 叫黃著在後 先搞定了他 那但是呢 我這兩隻頓盤呢 都不太捱得住 那剛剛說呢 這個位置是很難攻進去的 看到他只有一隻的時候呢 就趁機會就 打算打他啦 那但是對面都已經有三隻 在那邊拍到我了 所以趕快快點走 那野衣呢 對面那隻呢 就應該沒有那麼快出來的 那但是 前面那三隻呢 已經是追著我來打的了 我又剩下我一個 那我當然要走人了 唉 但是呢 真是不幸運了 沒辦法了 後面那隻 已經是 趕快快點走啦 那看看可不可以呢 穿過這個洞仔 去到C點那裏呢 叫他偷完那個點先 但是這個洞呢 很難過的 有時候 卡住了 唉 就是這樣 縮一招 唉 沒辦法了 那就唯有找一個點再來過 那 今場呢 我們那個 霸的中繼點呢 就不是太多的 那所以呢 唯有呢 就 出回到這個點那裏 那麼周圍都是敵人的啦 那麼 剛好這隻最近啦 又背著我啦 當然是刀他先啦 那麼 沒有什麼敵人在那裏呢 那麼 慢慢 一刀兩刀 就搞定他啦 那來到這裏呢 就要找找敵人 不知道究竟是後面還是前面 那我選了這一隻 因為後面有一隻的 那麼 掉下來 想著一個下格搞定他 誰知道 失手 那就不要理他了 搞定了這隻先 但是呢 最不幸呢 其實我是被人打的 如果後面是有同伴的 但是不知道他在那裏做什麼 那我是被人打的 而這隻呢 很奇怪的 這隻敵人 好像好像 即是 當我沒有到 下機 補能源 那我不管他那麼多 那就扔我手榴彈 補幾槍就搞定 那就去回我 剛剛 想去啦 選個地方 那個方向 就看一下那隻 拿中機 野衣在那裏 結果發現那隻殘血 那就多謝 那我當然順便收頭 現在呢 又看到雷達呢 是有 干擾 我以為這隻是 那原來不是 那這兩隻就交給同盤了 但是呢 想著去收拾 野衣呢 那我發現來到這裏呢 即是大家又好像掉了 不知道去了哪裏 算數啦 那我唯有 走 這邊又好像 好像不太好 那他真的 躲得很近 那隻 野衣 其實他 打得很好 可是可惜 又是遇上我了 那來到這個位 試試找其他敵人 剛好呢 有隻敵人 等到哪裏 而在樓梯這個位 其實我看不到 我知道那裏有一隻 那就是照督 那 剛好呢 這隻就是我想找的野衣 哈哈 一眼督完 那我就 這裏一年呢 就搞定了三隻 但是呢 我氣候不太夠 那所以呢 我等多一陣 等個機會呢 就 打到他一隻 但我失去了 那就是 剛好不巧 那我 那些同盤呢 都齊人 那所以呢 我就可以打一隻 再多兩刀 那三個人一起 夾手夾夾 就搞定他 手頭彈已經預備好了 那但是呢 就賺不住的人 不幸的東西 就是我 我剛好那麼巧呢 按多一下那個 增加 去到 咦 看到 我 九圍了的 爺衣 那我這個時候 當然是追著他 那但是呢 我的槍仔呢 只有十八 剛好又見到左邊呢 那他就正常追著我的 銅背 打停了 又沒有手套彈 又沒有槍仔 不過不要緊要 還有兩秒 搞得到 然後 收到這個牌 所以這回合呢 其實都相當幸運 看到很多殘血的 我都把握到 到機會去收頭 那所以這次呢 特別去分享 如果遇到 爺衣 這些匿蹤機 在這些MAP的時候 真的 優先要處理 就是 搞定 爺衣 那你的同伴 就會安全一點 那這次的分享 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記得like comment 和subscribe 到我的IG FACEBOOK 和MAYV 下次有什麼精彩的東西 再跟大家分享 就這樣 拜拜